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会有这样的新闻爆出 就是好心人救了摔倒在大街上的老人 或者说是救了被别人刷到的老人 但是最终都被反咬一口 这种事情在社会上屡见不鲜 也就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做好事之前 先拿个手机做个资料记录留个证据 甚至也有很多人开始不再做好事 对摔倒的人视而不见不去管闲事 自然就不会被扯伤关系 但是今天要讲到一个悲伤的故事 因为被冤枉一个好心人失去了生命 我叫吴淑芬 我是一个典型的幸福女人 和老公高伟结婚三年 老公是开大货车的收入可关 现在我们有一个宝宝 县城里买了房子 公公婆婆是地道的农民 很实在 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为我们考虑 所以我们一家相处得很和谐 很幸福 但没想到 一切的平静在一个暴风雨的夜晚之后 全部改变了 老公高伟是开货车的 经常早出晚归 这一天夜里下了很大的雨 但是老公一夜都没回来 直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到家 很累 什么话也没说 搞头就睡 直到后来我才知道 原来那天夜里发生了很多事情 当天晚上 老公开车回来的路上 前面一辆小轿车撞到了一位老人 看着老人挡在血缝中 老公处理好心把人送到了医院 还垫付了两千元医疗费用 但是没想到第二天早上 老人醒来之后 却对自己的亲朋好友指认 老公是撞他的人 早上五点多钟 高伟开上了自己的车 想起了老父亲前两天 给自己说 让回家帮忙做花生的 高伟就犯愁了 如今在这关键时刻 又摊上了这事 高伟真的感觉 自己没脸 给家的人说 开车走在路上 他不知道回到家后 该怎么给妻子交代 自己明明是好心 却被侮赖成肇事者 他知道既然老太太撒谎了 他再怎么解释都白搭了 他不想一直这样被冤枉 此刻在他的心里 似乎只有一死 才能证明他的清白 随后他拿出了手机 电视给妻子发了一条转信 发送时间为三天后 老公的车子 没有装行车记录仪 所以事情也无从说起 所以老公很无奈 一直被老人的家人 追着要钱 第二天 老公休息好后 把工资交给了我 当时我并不明白 老公的意思 以为是他以后 都把交给我保管 我还是很开心 但是没想到 等我带着孩子出去玩 再回来的时候 老公居然喝了一大瓶的农药 最后抢救无效 去世了 伤心的我并不知道 老公这样做是为什么 直到老太太的家人 找上门来 我才知道 原来老公是想保住钱 不想我们被连累 但是当时我并不知道 老公是冤枉的 没想到 三天后 老公的手机居然给我发了一条短信 我没有撞人 我是被冤枉的 看着老公迟迟才发出来的短信 我哭成了泪人 真的是不明白 为什么明明是做了好事 却要被逼以命抵命 这样的天理何在 老公去世之后 警察详细调查了所有的事情的经过 最后判定我们没有责任 但是这样的判定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永远失去了我的老公 我最爱的男人